如果你可以完美的戰勝一個人的話 那麼你也可以完美的戰勝千軍萬忙 哈囉我是Casper,這裡是說出狂Radio 今天要介紹的這本書是由日本的那鼎鼎大名的公本五臟所寫的五輪書 五輪書聽起來就像是遊戲裡面你開寶箱或者會得到什麼樣的秘籍 不過其實沒有錯,在人生的這場盛大的遊戲裡面 我們常常需要這一類的秘籍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就透過五輪書這本書 像日本的第一劍好公本五臟,學習怎麼用劍 當你在遇到人生會遇到的困難的時候 可以游刃有餘的把它順利的切開 不管是現在想要突破工作的關卡或者是讀書的關卡 或者你有想要完成的夢想或者解決眼前任何的問題 那麼今天公本五臟介紹的這一切的兵法跟概念其實都可以用得上 甚至如果你有完全的吸收的話 真的可以讓你游刃有餘不再遇到任何的問題 這本書因為它是日本的古書 所以它用卷軸來記載 所以它一共分成了五個章卷 這五個章卷分別叫做地之卷、水之卷、火之卷、風之卷 跟空之卷、地、水、火、風、空 這個命名在現在聽起來很中二 不過在以前是還蠻帥還蠻經典的一個分類的方法 那麼如果準備好的話就讓我們開始吧 那麼在書書狂radio這裡會持續提供最新的書籍、經典的書籍 還有甚至連台灣都沒有上市的日本的新書也會持續的更新 如果訂閱的話就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說書消息 那麼首先先簡單介紹公本五臟它的背景 它在西元以584年生活到了61歲 那麼這本五輪書是在它過世前的一個禮拜才剛好完成 所以它在完成這本書之後就過世 那麼當然因為這本書已經很久了 所以它其實沒有版權 你只要上網查詢的話都可以查到它的免費的版本 那麼公本五臟呢因為它是劍士 所以它一輩子當中身經百戰 而且每一戰當然都是勝利的 他們以前的勝利不像我們現在只是打一場比賽 而是如果輸的話就會掛點就會死掉 所以它在13歲的時候其實就參與了第一次的決鬥 而且在13歲的那一次就已經把對方給解決掉了 一直到它50歲的後半的時候 它已經發現自己的劍術如何存清 基本上已經沒有人可以成為它的對手 所以它就寫下了這本書 這本五輪書就是吉他人生當中的大臣 把它劍術裡面的精華都包含在其中 那麼首先第一卷叫做地之卷 公本五臟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它是二刀流 意思就是它左右兩手都用 在當時一刀流比較多人用 二刀流以前也有 在它當時也有人用 不過公本五臟的這個時期來講 公本五臟它最厲害 那麼它的二刀流跟一般的人差在哪裡呢? 一般人大部分都是右手為主要的攻擊 左手只是輔助而已 不過公本五臟的二刀流卻是 左右兩手都是非常強大的武器 它就算單用左手或單用右手 都跟一般人只用一隻刀一樣厲害 而且它還懂得柔軟的應對 有時候左手要拿比較長的刀 右手拿短刀 有時候右手拿長刀 左手拿短刀 意思就是它懂得柔軟的應用 在任何的場合用上適合的武器 而且它不管是一對一的對決 或者是一對多的對決 它都可以很好的適應 所以它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 就算一次面對很多的敵人 但是你只要想辦法在現在這個當下 只面對其中的一個人的話 那麼跟一對一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所以其實你現在可以想像一下 你的眼前出現了兩個敵人 不過你只要往右邊或往左邊移動的話 其實你的眼前永遠只會出現一個敵人 所以公本五臟它的概念就是 就算面對很多的敵人 只要你移動或者只要你逃跑 就永遠你只要面對一個人 就算你一次面對十個人 只要你開始逃跑的話 敵人就會因為他們每個人跑步速度的不一樣 而變成一個排列 那麼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就可以製造出一邊移動 但是一邊只要面對一個人的狀態 不過你可能會想說 如果真的遇到圍攻的狀態怎麼辦呢 也就是十個人一起砍過來的時候 那麼在這樣的狀態下 如果你把時間分割得非常的仔細 其實你可以用0.1秒處理掉一個人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下 也等於是1對1 所以這個道理其實在工作上面 或者生活上也用得到 如果當你今天 一次想要處理很多的事情的時候 當然沒辦法順利的處理 不過你只要想辦法分割 讓你的每個當下 都只處理一件事情的話 只要你可以好好的處理一件事情 就可以很好的處理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公本五臟也才會說 如果你懂得真正擊敗一個人的道理的話 那麼擊敗二十個人的道理 其實也完全一模一樣 除此之外在地之捲 還有提到的一個重點叫做節奏 公本五臟他說 一切的事物其實都有固定的節拍 不管是射箭的公道或者柔道 或者你在經商在經營生意的話 還有在冰場戰場上 其實都有所謂的節奏 這些節奏有的和諧有的不和諧 也有比較快的也有比較慢的 就像做生意的時候 有時候會得到利潤 但是有時候會破產 這一切其實都算是節奏 不管在任何行業 只要仔細的觀察 都可以發現有節奏所在 當今天如果發生悲劇的時候 通常都是因為某種固有的節奏 造成的混亂 所以如果學習兵法 學習劍術的人 如果可以擅長的識別節奏的話 就可以看穿對方敵人的節奏 那麼你就可以打亂他的節奏 同時也可以強迫對方來適應自己的節奏 那麼在自己的節奏的狀態下 就可以很好的發動進攻 以上就是第一卷地之卷 接下來第二卷水之卷 水之卷的概念顧名思義 它跟水有很大的關係 公本武藏就表示 在戰鬥的時候 應該要保持平常心 不要太過於緊張 但是也不要太過於放鬆 要保持在剛好的一個中間點 心情要保持開朗跟直率 心境處在一個平和舒緩的狀態 那麼最後的終極目標呢 就是讓自己在平常生活的每一刻 還有在戰鬥的時候 都保持一樣的這種平靜緩和的狀態 如果要達到這種境界的話 當然要透過長期的修練 不過如果可以做到這種境界的話 其實不管面對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非常的順暢 這個是水之卷的第一個重點 不要太過於緊張 也不要太過於怠惰 保持在一個平靜的狀態 也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本書 叫做《心流》 那在《心流》這本書呢 他在探討說要怎麼樣練習 以及在工作上面表現才會最好 那麼《心流》這本書裡面提到的最核心的概念 其實跟這裡的概念也非常的相似 要表示在一個不要太難也不要太簡單 不要太緊張也不要太放鬆的狀態 這種狀態呢最能夠讓我們保持專注 也可以讓我們發揮最好的表現 再來水之卷的第二點呢就是 不要讓人看透你的心態 就算你本身是比較瘦、比較矮小的人 但是你也要可以展現出 好像你很雄壯的那種心態 反過來說的話也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是一個壯漢的話 也要可以呈現出一個瘦小的人的樣態跟心態 所以不管你的形體跟外表是任何的樣子 都不要受到它的影響 而是你可以任意的收放自如 你可以展現的外向也可以展現的內向 可以展現的雄壯也可以展現的瘦弱 在面臨任何的戰鬥場合的時候 都可以表現出最適合那個戰鬥場合的樣態 這樣的話不管面對任何的場合都可以很好的應對 所以公本五章也表示呢 在戰鬥當中不要處於任何一個架構 不要處於任何一個位置 這個意思呢就是要能夠靈活應變 讓對手就算看著你 但是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你現在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 不要讓他看穿 接下來水之卷這一卷的最後一個重點 也是這本書裡面非常精華的一個片段 當我們在跟對手斡旋的時候 在戰場上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看出進攻的時機呢 公本五章他說 要進攻的時候並不是對方在緊張的時候 也不是他在真正鬆懈的時候 而是他從緊張開始要轉化成鬆懈的那個 開始崩潰的那個瞬間就是進攻的時機 所以你可以在腦海當中想像山崩的那個畫面 一個山他開始要崩毀的那個瞬間就是進攻的時機 所以進攻的時間不是對手最緊張 也不是他最鬆懈的時候 而是他開始轉變的那個瞬間 就是最好的進攻的時機 接下來是火之卷 火之卷這一張相對比較少一點 這卷裡面提到 當我們在攻擊的時候要一苦作氣 趁著敵人數量不多 而且有老弱纏兵的時候 或者甚至他自亂陣腳 氣勢衰弱的時候 就要趁著這個機會抓住猛攻 不要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 聽起來非常的殘忍 不過你仔細想一想 在那個時候 如果你打輸的話是真的會悲命的 所以公本五章他表示 就算敵人已經認輸了 但是你也要確認他的氣勢 是不是真的認輸 是不是真的打從心裡失敗 要完全確認對方 他已經徹底的喪失了信心 這樣才算是成功 再來是火之卷的第二點 當我們遇到戰況變得很複雜 繁瑣陷入泥鬧的時候 為了避免陷入細節的麻煩 跟這種糾纏 一旦意識到自己在變得複雜之前 就應該以大局為重 馬上先跳出來 思考一次戰略再說 在戰鬥的時候 心中要有全局的概念 接下來火之卷的最後一個重點 不要用同樣的方法三次 對手一定會識破 所以要不斷的變換方法 這是火之卷最後的忠告 接下來倒數第二卷叫做風之卷 那麼風之卷的話呢 顧名思義他講的跟風有關 那麼這裡提到的風 特別指的就是風格流派 所以公本五章他就指出 有很多的劍術的流派 有些人講求刀應該要用大一點的刀 日本的武士刀應該要用大一點 那有的流派講求要用蠻力 有的流派講求要用小刀速度比較快 也有的流派講求要一些比較華麗的招式 也有流派要求只要知識好就好 不過公本五章認為呢 這些思考模式都會很容易讓我們進入一個盲點 一旦你只專注在一個為重的話 那麼就會產生很多的盲點 你會沒辦法看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應該要按照場合有韌性的使用各種不同的武器 像他用二刀流但是他要用一刀流也可以 他要用右手他要用左手都OK 不應該只把一種當作唯一來看待 而且比起比較華麗複雜的招式 應該要掌握基本的招式 然後按照地形跟戰鬥的背景 做一點些微的調整因地質疑就好 不然就算華麗的招式在真的戰鬥的時候 就會變成只是一個擺架子而已 所以這裡的概念跟剛才提到的又有點相呼應 最好的架子就是完全不擺架子 讓敵人根本看不出來你接下來要做的動作 如果以某個方法為重或者擺出某個架子的話 很有可能到後來就會忘了根本 那麼風之捲最後的一個重點就是 要有觀跟看的這兩個概念 要知道觀看觀看但是觀跟看這兩個字 其實它有不一樣的概念 所謂的觀指的是看向遠處 看向整個大局 而看的話則是看近的部分 細節的部分 所以它提到在戰鬥當中要視野開闊 但是同時也要明察秋毫 這兩個必須要兼備兼具才可以 如果只看著細節的話 自己的心智跟心情很容易會被那些細節的部分 老亂跟影響 那麼注意力當然就會換散 輸的可能性就會變得很高 接下來最後來到了空之捲 也是這本五輪書的總結 空之捲強調收斂到最後呢 要變得無知無覺 要變成類似像海闊天空的這種境界 簡單來說就是你已經體會了一切 不會有能夠再困擾你的事情的時候 這種時候你會有犀利的判斷的能力 你可以馬上看出事物的本質 可以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心裡就不會有黑暗的狀態 而且這整個境界會變得非常的高超 只要達到這個境界的話 就算是修煉完成 也就是所謂的空的境界 在這個時候內心有智慧也有真理 可以通宵萬物 那麼自然的可以擊敗任何的對手 只要可以完美的戰勝一個對手的話 那麼也可以知道怎麼樣戰勝千軍萬馬 這就是公本五臟的五輪書 如果喜歡這本書的內容的話 請在下面幫我留言喜歡 再幫我按讚的話 我會非常的開心 那麼這個頻道說書狂Radio 會持續更新最新的書籍的說書 如果訂閱的話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說書內容 我是Casp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